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要做這一則 可是我在我的LINE的推播上看到了這個中文的報導 結果我跳進來看才發現 或者應該講找原文才發現 原來這已經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可是它是中文的推播 然後好像西方媒體也從今不知道為什麼拿出來來吵一吵 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就做一下 反正也學點英文嘛 20年前的英文看跟人家有沒有差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這個是一個報紙叫 Chicago Tribune 的報導 Mother's Milk saves 16 人 lost at sea 這個lost at sea 就是在海上 不是失蹤齁 在海上迷路了這樣子 所以在海上飄來飄去 媽媽的母奶 mother's milk 救了16個人 OK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推播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你跟我在讀新聞上的品味可能類似 所以我們是同溫層的人 我沒有先前去準備一些今天會看到的一些字 我們就當作好笑來看一看輕鬆點 我就順順地讀下去 So lost at sea in a small boat Sixteen people cheated death with a mother's milk 所以在海上漂流著 在一個小船上 16個人 這裡有一個動詞 這個動詞很有趣 cheated death cheat 是作弊 那你可以在遊戲裡作弊 沒錯 可是如果你今天講的獸詞 是死亡的話 你對死亡作弊 所以也就是你本來該死 可是你做了一點什麼事 作弊了結果沒死成 所以我都不知道該怎麼翻譯這件事情的 但總之就是沒死 而且是躲開了死亡 他沒有用躲 他沒有用 他沒有用沒死來修飾他 他就只是說他 對死亡這件事情作弊了 這個真的翻不成中文 但你懂就好 Their throats were so dry that some could only spit blood 我們就一句一句 用句點的方式來看 所以第一句這樣就句點了 他們的喉嚨已經乾到了 以至於他們有些人 就只能夠吐出血來而已 因為喉嚨太乾了 這一句 你看他的文章第一句就 very captivating 整個吸引我的注意 Their throats were so dry that some could only spit blood 吐出血來 They could barely talk 這個barely就是幾乎不能 我記得我講過這個 常見的而且對同學來說 小優點不是很好懂 barely就是幾乎無法 They could barely talk 也就是他們幾乎無法講話 That's when one passenger on the journey to Puerto Rico 他的名字叫做Faustina Mercedes 我相信我這名字你能亂七八糟 但不管 他的名字叫Faustina Mercedes就是那個賓士車 拼法有沒有一樣我也不確定 但不管了 Now called Little Angel of the Sea 然後他現在還被稱為是海上的小天使 Gave a unique gift 這句話這樣句點結束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句子 而那就是當一個passenger 給了他們一個獨特的禮物的時候 獨一無二的禮物的時候 所以前面講他們喉嚨很乾 然後幾乎不能講話 這就是當一個passenger 給了他們一個很特別的禮物的時候 最後了 That's when one passenger on the journey to Puerto Rico 所以他們要去的是波多里格 名字也給你Faustina Mercedes 那現在又被叫成是一個海上的小天使 給了 Gave a unique gift She shared the breast milk once reserved for one year old daughter back home 她分享了她的母奶 Breast milk就是 你講 mother's milk Breast milk也很ok 所以 因為來自她的 breast 所以這沒什麼好躲的這個字 但是她的胸口 所以她一度是保留 就預留給她 在家裡面的那個一歲女兒的時候 的這個母奶 她分享了 So reserved 就是預留著 本來要預留給女兒的 但他們在船上 我不知道是為什麼上船 其實還沒懂 是不是要偷渡還是幹嘛 不曉得 一歲女兒 one year old daughter back home 大家看下去 So the eight men and seven women took turns suckling for just seconds a day 所以八個男人跟七個女人 took turn的意思就是輪流 所以 take turn 那take turn之後多半 你要加動作的話就加ing 所以這邊的確就是ing 那 c 它加一個令結尾 據我了解 什麼字加個令結尾 就是小小的 所以duck是 就小鴨 醜小鴨 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 suckling就是 這樣子 如果只有suck 就可能是 這樣子 所以它加個ling 我會覺得它是有這樣額外的意思 而且一天只能吸幾秒 因為吸太多 其他人沒有了 所以他們就輪流 suckling they took turn suckling on the tit ok for just seconds a day 一天吸幾秒 the small gulps coating their throats wetting their dry lips 所以這個小小的 gulp的意思就是 吞 這樣 這樣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gulp 這樣子 所以這小小的gulp coat的意思 其實你知道coat是外衣 大衣嗎 可是coat也有一層什麼東西 像如果說你今天 噴漆噴一個什麼的 你噴了一層漆 又噴了一層漆 噴三層 你就可以說你噴了 three coats of polish 之類的 所以coating 就有這個 成的意思 所以這些小的gulp coat了他們的throat 用得動 所以這個使用得非常的神動 他們的喉嚨 就有了這個coat 這樣子 那也能夠弄濕 他們的乾的嘴唇 wetting their dry lips finally the current pushed them back to shore on the twelfth day 最後啊 海洋流 把他們推回了 shore 就是海岸 在第12天 to feed herself she had her sister Elena Mercedes suck on her breast then pass the milk unto her by mouth interesting 那我剛剛也是 腦袋突然閃現這個問題 今天他給大家喝他的母奶 那他自己怎麼辦 他們又沒東西吃喝的 喝海水泥會死啊 不行啊 所以為了餵養他自己 to feed herself 他要他的姐姐Elena suck on her breast 吸他的奶 然後把那個milk pass為他自己 and then pass the milk unto her by mouth 就用嘴的方式接回 讓他自己也喝 所以他是一個 自走的 自給自足 self-sufficient的一個 unit 就是他可以 因為這樣而自己不死 真的很厲害 你看女人真的太偉大了 好所以 再看一下去 so that was god who put that idea in my head and he just worked through me 所以他竟然說這是上帝給他的這個idea 來餵養大家 so that was god who put the idea in my head 然後他就 上帝就透過我 來做他的工作 也就是救這些的 he just worked through me 所以Mercedes 她31歲 said while trying to calm her feverish daughter 所以在事後的報導 試著 試著來安撫她當時這個 激動的一個女兒的時候 she hasn't been able to breastfeed seins the ordeal but her gesture kept the sixteen from dying 所以 她從那時候就不再能夠 再餵母奶了 所以這個餵母奶有一個動詞 就是breastfeed 這個詞也沒什麼了不起 看一下 所以 那那個ordeal的意思就是經過那個事件 經過那一番 那一番事件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我們了解event 是事件 可是 ordeal就是你 他比較強調你go through的那個細節 就是go through the ordeal 有時候會用這樣的一個詞來說 但他的這個gesture 一般的用gesture是手勢 可是gesture也可以是你的行為表現 OK gesture 雖然他的這個gesture 保持著16個人沒死 kept the sixteen from dying sure OK 好 那 所以他們的確要偷渡 先把講下去 所以他們是Dominicans Dominicans 那這邊有個thronges這個字 我覺得它還算是不太常見的一個字 所以順便也介紹一下 總之就是很多很多個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講說droves droves droves of people excuse me 那這邊用的是throngs of people 那這些人呢多半在海上就會迷路掉 end up lost at sea trying to travel about 100 miles across the shark infested Mona passage to a better life in Puerto Rico 那你知道因為波羅里格是美國的一個特殊行政區嘛 所以說在那邊都過得還是比較好一點點 好 所以 所以這麼多的Dominican 所以最後結局就是在海上迷路 試著來travel大概100個英里 across這個什麼呢 特別強調一下這shark infested 聽起來就可怕 這個infested就是肆虐著 所以要是你家裡到處都爬著螞蟻 你就會說你家裡有一個end infestation 那shark infested water 就是這邊充滿了很多的鯊魚 的這個海盜叫做mona passage 我對他其實不太熟 地理不好 所以他們過這個東西就是為了要到波羅里格 波羅里格 還是里格 對不起 過更好的生活 to a better life in Puerto Rico 進英文就好了 Puerto Rico 所以你要是波羅里格人就Puerto Rican 這樣子 So the same week this group made it back to shore another rickety boat heading to Puerto Rico sank 所以 所以在同一週啊 the same week 那這一週發生什麼事 就他們回來了對不對 so the same week that this week made it back to shore 所以下面這是另外一句話其實 所以另外一條船其實沉了這樣子 那這個rickety就是很 有時候我們會說這個rickety 是生活上很動盪之類的 所以另外一個rickety的船 那前往波羅里格 sank 這動詞叫sank 然後大概45個人就相信是已經溺水了 about 45 people are believed to have drowned 而他們這個group就沒有還不錯 OK 有點覺得很想再看一段你知道嗎 就因為我看到下面這邊有一些不錯的詞可以看一下一下 好anyway那我們就看一段就好了 所以他的group left January 3rd from a beach near the sleepy town 所以他們說他們離開的這個城市是一個比較實際的 沒有什麼活力的 所以他就叫它sleepy town 這樣很生動的一個詞 付了這麼多錢之後 after paying 125 to 250 about two months salary in a minimum wage job 所以大概是兩個月的月薪 在一個最低薪資的工作中 所以他們大部分就得存個兩個月才能夠透渡這樣子 所以minimum wage這個詞 minimum wage就是最低薪資 OK 然後這個passenger就上了這一個24尺的手工船 the passengers got on the 24 foot handmade boat 手工船 they soon realized their compass was broken 很快就了解到他們的指南針壞掉 所以compass 那你要去哪裡啊當然就毀了嘛對不對 好所以接下來就很慘很慘怎麼幹嘛的 有點覺得看到這裡大概夠了說真的 因為你大概已經知道這裡的重點了這樣 我大概多講一個字好了 一個字就好了對不起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那個西班牙的一些名字裡面 有一些不太好唸 那我現在要介紹這個名這個姓啊 也是我們所看到像很多人姓 Carlos 很多人姓 Hernández 或什麼這些的 或者甚至像Mencia 或者是 還有像是De La Hoya是不是也是 好不管 那總之這邊有一個姓叫做這個 那我這個姓我最有印象就是 以前有個職棒大聯盟的投手 打擊手 他就是Alex 那我們叫他A-Rod 那好像已經退休很久了 那不管 你如果不認識就算了齁 所以以前我們叫A-Rod這樣子 很有名 很有名非常有名 也是那個Hole of Fame 是不是記得Hole of Fame還是美晉 名稱他 但總之這個姓我自己以前一直念不出來 那後來才知道說其實也沒多困難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譯成羅德里格茲 所以你就把Rod Rod 念出來 那Re就是Re 那這裡就念Guz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Rodrigus Rodrigus Rodrigus 所以這就是羅德里格茲 那這個姓非常常見 所以你多記一下大概無所謂 所以多講一個字給你看 好啦 那我們講到這裡大概就夠了 所以總之他們的 Cheated Death 他們躲開了死亡 那他們幾乎不能講話 They could barely talk 那強調一下 所以你用了 barely 就不會把便否定局了 這樣子 好然後Breast Milk 是剛剛的母奶 那這個母奶 本來是reserved 給他一歲小朋友的 那總之他們就輪流吸 take turn 輪流 加個ing 那Breast Feet就是餵母奶 那經過了這個odeal 經過了這一串的這個事件 中間的發生的過程 他就不再能夠喂 不曉得為什麼 odio OK 但大家都感謝他的gesture 因為救了16個人 那他們偷渡 本來是要付兩個月的minimum wage 但是走一走呢 Compus壞掉了 就是剛剛講的自然症 好 然後這裡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個白癡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